黄湘温习 汉朝的时候,江夏有一个叫黄湘的人。 他家里很穷,九岁时母亲因为生病去世, 他和父亲相依为命。 冬天的夜晚,刺骨的寒风一个劲地往破旧的草屋里钻。 黄湘心里想, 这么冷的天气,待会儿父亲睡觉肯定不舒服。 我一定要把被子弄暖和些才行。 于是,他走进父亲的房间,一咕噜钻进父亲的被窝里。 不一会儿,父亲走进房间, 看见黄湘在床上躺着。 十分疑惑,黄湘赶忙解释说, 父亲,我在帮你捂被窝呢。 这样,你晚上睡觉就不冷了。 从那以后, 小黄湘天天为父亲捂被窝, 让父亲度过了一个温暖的冬天。 很快,夏天到了。 黄湘家的矮房子格外闷热, 还有许多小虫子。 小黄湘又在想,"夏天这么热, 父亲一定睡不好觉, 我得想想办法。 于是,他跑进父亲的房间, 拿起一把大扇子, 对着床使劲地扇起来。 不一会儿,就累得满头大汗。 这时,父亲走进来, 看见黄湘满头大汗地站在那里, 非常吃惊。 黄湘赶忙解释说,"房间里太热了, 蚊子又多, 我用扇子使劲衣裳, 蚊虫就跑了, 席子也凉快些, 这样父亲就能睡个好觉了。 从那以后, 一到夏天的晚上, 黄湘就会拿着扇子 帮父亲驱鼠驱蚊子。 后来,黄湘的事迹流传了出去, 号称天下无双, 江夏黄湘。